开始 这样还是很被动的 再开始啊 咱们看看 上来延安就想发动了 拧起来就要跟你 直接进入伤识阶段 很快地把自己调度起来 其实延安的前三板还是不错 连续去两个发球 接到小臂上了 紧张吗 接到手指上了 是 还是没看清楚紧张 接着跟张超似的 还是要故意的啊 对 嗯 哎 转移一下什么句话 嗯 最后一次 那打球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啊 全粗暴在你边 对 其实有时候简单粗暴好一些 好啊 这是怎么上购 反正掉了一点啊 差一点 对对对 还没拧完就想往回跑 其实现在旋转 旋转下降的比较多 所以说跟以前打球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现在的速度力量会更足一些 嗯 包括以前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反拉的 现在在中竞排全是反拉反球 这个发展还是还是很快 感觉比那会儿我们打球的时候先进多了 这也是因为像浇水啊 包括球啊一直在变 对对对一直在变化 所以他们都一直在适应 其实这些运动员也不容易 嗯 不停地在改变 改变一些规则 他们也不停地在适应 从球拍海绵浇水到乒乓球 啊 改的这么多 他们也得通通的适应 还得去拿成绩 对对 他们这样其实适应过程中也很难吧 因为有一些可能套路上会和这些旋转啊 有一些是从小就养成那些 到了你二十多岁以后还要是更改 很难很难 嗯 是周宇和大方那边 嗯 对 我还我还给张继科又进场 哈哈哈哈 声势太浩大了 对声势太浩大 延安这个球拉了就 我让小胖做不及防的感觉很冷 他拉得你有时候不知道在哪边 嗯 而且小胖一开局都很慢 你看他铺针手也好 他都很慢 他没有进入程序呢 还 延安这种无畏失误就是不应该的 这之前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 因为乒乓球也一直在变 有尺寸还是重量 所以但是咱们这运动员 材料也在变 对 材料也在变 这种很精确的 就是甚至比这些仪器都精确的 去问出球的重量啊大小这样的 就是任何改变都能 而且手上感觉就能进去到这个程度吗 呃 乒乓球现在 从40毫米来到40 40加吧 是吧 40加 因为它这个40加它是它是不确定的 嗯 它40加可能是40.1可能是40.2 都不一样 它可能不一样 因为它既然写的40加 嗯 它就绝对是不确定的一个 它要么写 就被人一个范围值了 对 它要么就写40.1 要么写40.2 它既然是40加 它可能它有一个范围 比如说40.1到40.3 嗯 或者40.4 它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都是合格的 也有可能的 要不然它不叫加嘛 嗯 对吧 您给咱们的网友啊 也是普及一下 就是对 因为我们看起来说 这么一点点的差距 怎么看得出来呢 微不足导的 肉眼是 不是很好看 只能靠感觉 打的时候 感觉会很明显 很明显 对 包括球硬一点 软一点 它都不一样 这个还是功夫 是 对 对我们来说 可能什么台子 什么拍子 什么球 区别都不大的 对 正常情况下 大家都比较喜欢 打硬一点的球 哦 对 硬一点的球 就是击球的时候 它的力量更足异 是 对 感觉这个劲儿 可能更使得上 对对对 因为其实当时 小球换大球的时候 那会儿可能 感觉还比较不明显 但是现在 那会儿的球的声音啊 整个的运行轨迹啊 都需要适应的时间 当时是差不多 也要适应的 有好几个月吧 我们在器材上 海绵上的厚度啊 硬度啊 都做一些改变 现在双方是6比6平 小胖追上来了 感觉两个人都没有进入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是啊 这儿无为失误两个 那儿无为失误两个 但这可能也就考虑 谁能先把这信仰先安定下来 只要第一局达到7比7 8比8的时候 谁能够有下第一局 心态就会好一点 又是4八球 对 试了三个了吧 就2比0 然后回第三个了 那边是台子打了一个很紧张 1比1 10比9了 周瑜领先 阎安其实可以前赛板上注意点命中率 因为樊晨忠现在目前来说 他的回球质量并不是那么高 阎安可以减少一些无为失误 行程相识以后找机会 对 第一局你看樊晨忠基本上没怎么发过力 倒球 这个球发的非常好 樊晨忠想往正守卫 去 然后延安缓发了一个樊晨忠小三角 打掉了那个樊晨忠的第一点 让他接发球的质量就降低了 扰到8比8了 对 这会儿就看谁 无为失误少落点好 能够抢下第一局 哇 扎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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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晋 로相似这段感觉圆安还是要薄一些 就比如说什么人跳起来了 其实没有失位啊 你看 怎么人跳起来 球 可能是球蹦了一下 这个球 球应该是蹦了一下 凡凡东第一板都是相持一下 都是稳稳的 刚开始中局的时候 可能延安这种领起来的第二板 包括第一板的失误太多了 都是要放这种声音 季柯打那个都不算早音 都非常整齐了 不是 季柯那边 隔壁那台 隔壁壁台 那个也比较整齐的 比较有节奏 有规律 正准备发球呢 那边季柯加油 手一抖 因为那会儿我们在国外打球 打公开赛的时候 特别是到了像德国啊 这些地方 他们这些球迷都非常整齐 是 有时候几张球台一起打的时候 是会出现 我这刚想发球那边 轰轰轰就起来了 这个 不在表上 对 你听不见球声到最后 我 刘梁市长 你应该拿一个那个录音机 把这以前的所有的声音全抠下来 对对对对 够是好几年应该是 王浩的发型挺高 照到1米75说的 是算上了是吧 算完了 对算完了 嗯 好像他们一想加质量就容易失误 凡神东上来也是 是 这球我发现 下我 对吧 他这球旋转不够 他一撕应该推着撕一下 对 就好一点 摩擦一 我那天试了一下这球 确实反手中一下我 反手也差一点我 正手很好打 对对 跳了 就是反手 因为反手中的状态就出来一些了 对 感发力了 每一板感觉都压着你 对 因为反手中这种力量 本身他重的力量 就相当于别人发力了 就是给人压力会很大 对 两位是不是都是比较偏 偏于那种力量型的选手 对 延安应该说更速度一些 速度和技巧还定一些 对 反正东西直边打开了 手很难打了 可能第一局赢下来以后 对 压力也会小一些 第二局更释放一点 所以有时候他们队员自己之间 他也是一种斗智斗勇的过程 我压住你一点 我只要看出来 我始终都压住你一点 你缓不过劲 你永远缓不过劲 没错 你看 哦漂亮 小胖又双脚起跳 对 一直压着你 小胖你是最瘦的 哎呀 他说的意思 小胖你是最瘦 是在他们心中 对 在他们心中 永远都是并具 那小胖确实也不大胖 其实真的是 太胖 还是非常结实的 对他很结实 不算胖 这会儿出台也能进住了 上手 插网 漂亮 延安拉这种球 不是中台兜啊 把我放真不好放啊 走过来 想兜死延安不容易 对 要被他也拉失误 对 哎这个球小胖离台挺远的 对 退的太远 对 已经被动了吧 只能去兜了 刚刚那边球 因为凡东应该再加点摩擦 这个拽一下会好一点 拖起来给他拉的话 肯定 这球不应该 小胖发这个勾手发球已经 延安已经摆不住了 个个都扮住台 这球拉完在那看 刚才改了这种新球 有在中台反拉特别好法 所以说一定要小心 注意一些连续 跑球 跑球 哇 没有放到 这个是个失误 这几个球 延安处理的还是可以的 是 这个球 这个球其实暂时还可以 发中间长的侧身反拉 比如这些就是习惯性的线路 被凡正东等到了 你再凶也没有用 哇 哇 漂亮 好球 好球 真漂亮 这个球太漂亮 对 这球拔起来看 原来就比较 比较硬 相似也没所谓 对 很长视觉 对 这个就是强强对抗 对 两人都在发力 看谁最后 能力更强一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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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敏凤的眼神 有点伤 太不可思议了 太能拼了 你这球觉得打疯了 的感觉 对对 跳不掉 拉完就往回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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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这两局打完前面的5.15都挺多 现在好多了 连安这几个球防他的直线防的是不错 连范智东都觉得这些球防过来很惊讶 自己有点没不足 但我觉得他们打球和马龙的区别就是 马龙比他们更有节奏感一些 他不会跟你他不会跟你一个节奏在打 始终在跟你变换节奏 对让你摸不到那个点 小胖就拧起来就一个帮帮帮就抽 抽死就抽死了 被人抽死被人抽死 太熟大了孩子 太熟大了 这盘盘都这样 小胖就是我就是一堵墙来吧 哎 叫了三天 叫了三天 有时候小胖打球球是很漂亮 就是没什么节奏感 对 他都是中规中矩的嘛 对 短球 短球搁一下 都很节奏都很 都很慢 然后到了上拳以后节奏很快 短球从来不加快 轻轻搁一下 比较稳妥的处理过去 然后开始打相吃 嗯 小胖很有激情 小胖非常有激情 小胖做场外 你感觉他是运动员 可能他消耗的更多 对 着急啊 对对对 陈智现在做场外 看自己的队员打比赛的时候 是跟自己打球的时候 是有没有什么 肯定不一样 会感觉非常着急 因为有时候 我上了 他比小早还着急 还着急 肯定会着急 把派子给我 因为有时候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 就是教练员给运动员布置的一些东西 运动员的执行力不够的时候 教练员会非常着急 而且有时候教练员说的这些东西往往很有效果 运动员还执行不了 这个是没办法 有些时候跟运动员自身的能力 也是挂钩的 想到位但是没做到位 对 也不可能每一个人能够做到你想象中那样 是 那就是天才 哦 拉着插网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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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 这球是控制不严密 半出台了 这个球台确实是非常滑 是 控制很很难很难 但这也是比赛中的不可控因素嘛 对 今天这样一个球台 明天这样一个球台 有可能今天这个球台不走 明天那个球台很蹦 这个是大家都是公平的 就看临场大家的调节能力 嗯 哦 哦 连追两分 对 随便你来 反正我就一度抢 抽死他 又是9比9平 加油 这会儿你不是 你不是绝个半个儿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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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优优虼 好球 看圆安这次能不能抓住机会 割一下 先上手 漂亮 又是10比10 这次其实拉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而且一看上苗子边拉 加了保险 没有中间拉 发展东也是有准备的 又是不是 又差点中间这一款 先调个局点 又追平了 这拖的质量很低 小胖拉了一会 是啊 你还准备车身反拉一会 小胖你还发完故意把反手控给他的 他又叫了暂停 小胖就要暂停了 想要拿下这个揭发球 上次不是说那个现在坐场外都可以随便什么时候说 这次好像国际可以的 这次也没说可不可以 感觉这次好像都不够有机器 没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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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教练都是非常着急 小胖拉这会肯定是在鼓励一下 对 把这个整个的战术说的相对简单也简直 这个球你这么打肯定能赢 但是给他一些信心嘛 肯定是 好了 这个球是一点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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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太快了 他把完一个小胖不该推 而且盐呀摆的那个球挺钻的 就 颜安得比三个低点了 军队一下上去跳好 是 刚才太快了 小胖那球跳 对 喝一下 再打平 12平 其实颜安你的指量还可以 只是小胖的力 等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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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弱点上面 差 差一毫米都不一样 好 带一点擦吧 小胖想 等来拉球又冷 还老擦啊 小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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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这次把局点把握住 还是搁一个 你一个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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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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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一下比拧的更冷一些 还拧 这个时候 用打肯定不好 小胖拳在后面等着一下 他肯定是摆一个 这边就是 我什么是特长 总有不信邪的时候 我今天就不信邪 反正这是我特长 我一定得吃一个 对呀就像 正时候好我不信邪 我就想跟你对拉 这会很难变通了 还发一个字 15比14 又到了延安的局点 也是一样 反正中这球质量也很高 但延安也是算到了去 这会不能侥幸 或是质量高你就一定能赢 延安这球该摆了吧 带一个 上手 哦 带一个 上手 哦 带一个 这一时太刺激了 带一个 带一个 带到太多 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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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个带一排 带一个放到 带路 这也不行 他上下拉了一点 别人别人 开从中间 可能好一点 打到15平了 张提科进来了 球迷又开始 对 是 延安主要还是靠反手发动为主 如果换到正手了 应该要摆到 凡中的小三角让他吊一下 准备反拉了 只有脖这一下 延安基本上没什么机会 终于得反正能翻过来 落后了5次了吧 5次还是6次了 从10比9开始 一直僵持 这样的话 这一球算是决定 他俩今天 谁能拿到这一次直通赛的首胜 看看这球延安怎么处理 看看啊 能不能久违赛点 好 哦 凯定东非常不容易啊 十七比十五 咬得很紧 非常有韧性 白正东是拿到了本次直通赛的第一场胜利 延安其实就让遗憾 尤其是这一局 对 两局都是体验到10 10比9领先 没错 对 处理好一点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赢下比赛的 那一会呢我们也有这个场边的采访 咱们呢可以一起来看看 华正东要在采访的时候啊 说些什么 确实这比赛比赛只有消耗挺大的 对 非常激烈 老打这种球小胖肯定瘦了 两局应该四分球 是 摇得很紧 但是总体来看延安应该是比昨天的状态要好一些了 就跟打马龙相比 这个还是在往上走的 对